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85后逐渐退居二线 90后小花已经成为了中流砥柱 变得相拨拨 开始霸占大小盈平 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谁能够笑到最后呢 就目前从人气 知名度 影响力 作品 获奖等多维度来分析 最具潜力 最有竞争力的有杨子 李沁 赵露丝 迪丽热八 周冬雨 谭松韵 关小彤等七位小花 杨子是欢瑞一姐 凭借香蜜沉沉尽如双亲爱的 热爱的等剧晋级位收视女王 号召力强 资源也好 很被看好 遗憾的是 杨子这两年并不顺 主演的余生请多指教 青三行两部剧都因为男主被耽搁 已经很久没有作品上线了 势头被打断 陷入困境 人气下滑严重 不过 他演技好 只要有好作品在上线 相信一定能够恢复到巅峰状态的 李沁是口碑最好的90后女星之一 出道多年 没有什么负面的黑料 凭借楚桥传庆余年大火后 也晋升为资源最好的女星 发展潜力还不错 赵露丝是近两年崛起的 小圆脸大眼睛 演戏活灵活现的 在传闻中的陈谦谦长歌行中表现都很不错 被看好能够成为第二个赵丽颖 爆红之后 她的资源确实好 受到了追捧 也很有潜力 热巴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90后小花 每年都有两三部影视作品上线 好戏皆不停 已经霸占了好几年的小赢瓶了 是最有竞争力的小花之一 作为家航新捧的小花 她颜值高 人气足 自然也不会缺资源 只要好好演戏 不要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肯定能够一飞冲天的 周冬宇则是在电影上发展最好的90后小花 已经超越了80后 凭借七月与安生少年的你等好片 成功拿下金马 金鸡和金像奖 成为首个三大奖的大满贯影后 演技精湛 她自然也不缺资源 在影视领域全面开花 将会在未来占有一席之地 谭松运这两年也很火 上线了不少的热剧 也掳获了不少观众的支持 不过 感觉有点后劲不足 今年开始作品资源明显降下来了 关小同事同兴出道 参演过很多的作品 成年之后 她不仅没有长残 还越发地成熟有魅力 不管是长相 还是演技 在90后小花中都是佼佼者 也受到了追捧 成为了多部剧的女主 影响力很大 目前来看 杨子在电视剧领域收视号召力强 周冬宇在电影方面更有影响力 而热巴人气最高 这三位最有潜力 其他的几位也都是潜力鼓 90后小花中肯定也还会有人崛起的 你觉得谁能笑到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 请分享给很多人看 并留下互动评论 您的支持将为我们传播正能量 为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